好痛耶 全部都是扭蛋 我之前沒有很常來這邊逛 但是逛一逛發現真的還蠻好逛 逛一逛 管神府的離落馬 真不愧是大阪 嗨 大家好 我是SENKA 現在要跟朋友去逛玫瑰園 大家嗨 嗨 哈哈哈 在搭車的空閒時間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最近覺得很棒的APP 叫做喜馬拉雅國際版APP HIMALAYA 它是一款有聲書APP 上面有五萬多本的中文有聲書 包括有很多自我提升學習的內容 像是商業財經 心靈成長 思維認知等等 試著使用喜馬拉雅國際版APP之後 覺得很適合我 內容也很棒 所以想說跟大家分享啦 裡面除了中文書之外 也有 日文 英文 西班牙語 四個語言的外語書內容 它很特別的就是 它會依照不同類型的書籍 而有不同的語調 例如這本 大家都知道的 愛里斯莫遊仙境 什麼 遊玩吧 一人也請 想要練日文聽力 可以先從簡單的故事開始練 正統日文翻譯 可以邊聽邊學唷 而且 它真的是用說故事的口吻 在跟你講故事呢 還有這本 社會人核心英語 那這邊呢 John Chen就進一步的 許寒溫暖了 中文老師的說明 加上外國人的正統英文發音 發音正確聽起來也很舒服 平時呢 利用這個通勤時間 聽聽小說 或是練外語都很方便唷 除了語言學習之外 當然也很推薦中文書 像是這一本 《東京一年》 晚上我請開去一家 平價很高的烤肉店 說書的方式 講述這位上海女孩的日本生活 沒有多餘的裝飾 只是充滿著最真實的一面 聽一聽 也讓我回想起自己在日本生活的 這些日子呢 現在通過資訊欄 點擊我的專屬連結 就可以使用我的優惠碼 SENKA 領取HIMALAYA 30天的免費試用 普通用戶去官網只有7天免費 所以你們一定要記得 點擊我的連結來使用喔 當然如果不喜歡的話 隨時都可以取消訂閱 竟然免費不用錢 不是白不是囉 現在我們要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 哈哈哈哈 你就是要去前面那個芭蕾園 芭蕾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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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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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朋友來到大阪中之島的玫瑰園 這裡每次到5月 就會盛開非常多的玫瑰喔 有香味嗎 有耶 有喔 有喔 清香 清香 不是香 叫 怎麼會 叫 怎麼會 怎麼會 聞一下啊很香欸 一點點 聞一下他們說很香 對 朋友好像發現了非常有趣的玫瑰花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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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說這個像小籠包 讓他狂盯著那個玫瑰看 真的超多種類的玫瑰 這邊有好多喔 而且我很喜歡這邊玫瑰園 背景配上那些高樓大廈 真的氛圍很散 都市中的綠洲 前面有那個 可以把玫瑰當牆壁拍照的 欸 那個? 那個? 這邊有一隻貓咪 他竟然在這邊 前面還有一隻 那隻小籠子 可愛 很可愛 但他很像鏡頭 他不怕人 真的 那你看一下 那你摸一摸 這邊還有這種玫瑰牆 可以坐在那邊拍照 這邊就有像這種 網美牆 是絕對要拍照的 之後我自己一個人來到梅田 接著來帶大家去逛一下這個 反擊三番街 我要來這邊 是因為我想要幫朋友找個禮物 因為要從東進來玩 想要去那個吉拉朗 會在北館 那邊是南館 反擊三番街 真的超好逛 我之前沒有很常來這邊逛 但是逛一逛發現真的還蠻好逛的 女生會很開心 就賣很多衣服 然後雜貨等等 然後北館的話真的都比較多卡通人物的東西 日本的這些飾品呀 真的每一個都做的超精緻 超可愛 超可愛 好想賣喔 但我忍住了 而且今年日本春上的衣服 顏色都超鮮豔的 就是那種飽和色的 綠色黃色橘色 不過這些顏色看起來 就會讓你很元氣 反擊三番街裡頭也有HARBS唷 我覺得這邊是個穴場 每次來的時候人都沒那麼多 我最喜歡的是他們的水果千層蛋糕 我最喜歡的是他們的水果千層蛋糕 我覺得甜度不會很甜 而且水果量非常多很好吃喔 這家我也很喜歡 好可愛耶 這家也很好掛 NATURAL BEAUTY BASIC 其實我很喜歡掛他的NATURAL BEAUTY 然後NATURAL BEAUTY BASIC是比較便宜的款式 這家也很漂亮 我們在逛的時候會手滑就一直買 日本像他們這樣搭配的很好看 這家也很好看 牛仔的 日本還有這種賣禮服的店 他们婚礼的时候大家都要穿这种礼服 宠物用品店 现在的狗狗们也太好命了吧 他们的衣服都好可爱哦 这些是这种平价的 这个就真的很便宜 1980、3400 就比较日本高中生会穿的 就真的比较普通 然后三番街前几年吧 就是整个大整修 他现在去北馆的这个区域 有点像是我们的 百货公司美食街那种感觉 有很多店家然后自己找喜欢的位置坐 我要去北馆 楼梯一走上来马上就会看到 Snooby的店 这边就有很多东西 这是Snooby的店 旁边有这个 Rotron的 这边呢是Kittyland 这边就有好多东西 都有各种各样的 动画卡通的周边商品 真的会眼花缭乱 真的会眼花缭乱 好可爱哦 紫胶带 这一区应该是韩团BTS的周边 他们在日本真的爆头 BTS的吗 也太多了吧 也太多了吧 近几年 三里佑他们也会做成这种追星周边 还有大阪限定 这一区是名侦探柯南 现在刚好在上映柯南的最新电影 而且在日本安市透真的超红 但我还是喜欢鸡斗 不过最近我觉得松田行情也挺帅的 这边是蜡笔小青 蜡笔小青还跟三里佑合作 出来之后马上就看到 名侦探柯南电影的宣传看板 发现了FUNASI的专门店耶 这只FUNASI看起来超累的 还有FUNASI的签名 另外这边还可以寄信给他哟 很酷耶 还有一间超级大间的 Rilakuma专门店 这是在北馆一楼的地方 根本买不完啊 反神府的Lilakuma 真不愧是大阪 真不愧是大阪 你看是不是真的超大间 根本买不完 板吉三番街上来之后 这边可以通往板吉电车的月台 突然兴起来到Yodogashi 突然兴起来到Yodogashi 来转一下扭蛋好了 不是扭蛋 这一区他们叫做扭蛋丛林 扭蛋的数量真的超级超级多 而且几乎每一周都有新商品进来 而且几乎每一周都有新商品进来 日本现在还很流行这一种仿真小模型 这种戒指也很流行 很受高中女生欢迎 当然还有卡通人物的扭蛋 这一区全部都是动漫的 这一区全部都是动漫的 日本还有这种很创意型的扭蛋 我觉得很放你 鬼灭的数量也非常非常多 人气不减欸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下回见 下回见